子曰 智于道 聚于德 医于人 犹于义 如果有人问 孔子的学术思想真正讲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大胆地引用这四句话作为答案 这就是他的中心 也可以说是孔子教育的真正的目的 利己利人 都是这四点 关于这四点的教育方法 也就是后面 太博篇中 孔子说的 星于诗 利于理 成于月 那第一项所说的 智于道 又学个什么道呢 一般人说 孔子说的是人道 不讲天道 因为天道苗圆 属于行而上的范围 究竟有没有神的存在 生命是怎样开始的 宇宙是如何形成的 这些都是属于天道 天道远 并不是说与我们的空间距离远 如果按照现代观念来说 就更不合理了 目前到月球也只不过是几天的事 怎么说远呢 那这个远字 实际上是指高远的意思 指距离人类的知识程度太远 人道而 人道比较浅进易懂 所以 过于高远的 暂时不要讲它 先把人们自己切身的问题解决了 再讲宇宙的问题 一般人说孔子只讲人道 这是后代的人为孔子下的定义 事实上 孔子并没有这样说 当时 只有他的学生子贡说 夫子之文章 可得尔文也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不可得尔文也 根据子贡这句话 我们再看孔子在《易经》中所讲的学问 他绝对懂天道 也就是宇宙的来源 所以孔子便说 他讲人道 我们听得懂 他讲宇宙的奥妙 因为我们的学问还不够 实在听不懂 因此 孔子在这里所讲的 至于道的这个道 我们不能硬性地 替他下一个范围 说他只讲人道 不讲天道 如果要研究孔子的思想 必须要研究《易经》的细传 他许多的重要思想 都表现在细传中 有关形而上的学问 也在细传里 那么孔子在这里所说的道 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很老实地来做回答 孔子自己没有下定义 所以我们很难替他下定义 至于他在这里讲的 至于道 可以列举很多 证明他是懂得 行而上道 由人生的普通行为 行而下开始 一直到最高的 天地万物的玄妙之道 他全懂 不过一般学生们 程度不够 他没有偏向这方面讲 如果专讲这方面 孔子就变成一个 宗教的教主了 尽管后人称他为 儒教的教主 他自己在当时是非常平实 不走教主的路线 根据原文 至于道 可以解释为 行而上道 就是 立志要高远 要希望达到的境界 这个道 就包括了天道与人道 行而上 行而下的都有 这是教我们立志 最基本的 也是最高的目的 至于是否能够做到 是另一回事 正如我们大家 刚工作的时候 都立志要取得 功名富贵 就以赚钱为目的来说 起码当时都是希望 能够赚到几千万元 但立志尽管立志 实际上 如今我们一个月 只赚个几千块 如果因为立志几千万 现在只拿几千元 不为也 不愿干 回去好了 这说明立的志 能不能实现 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 孔子说 做学问 要把目标 放到高远 这是第一个 志于道的意思 聚于德 立志虽要高远 但必须要从人道起步 所谓天人合一的 天道和人道 是要从道德的行为开始 换句话来说 志于道 是搞哲学思想 聚于德 是为人处事的行为 古人解说 德就是德 因为我们现在是音频节目 你看不到这个文字 他说的意思就是 道德的这个德 就是取德的这个德 有成果即是德 所以很明显的 孔子告诉我们 思想是 志于道 行为是依据德行 如果根据这里的四点 来分析 论语当中 所讲的道理 有许多都是 具于德的说明 依于人 已经说过 人有体有用 人的体是内心的修养 所谓性命之学 心性之学 这是内在的 表现于外用的 则是爱人爱物 比如莫子思想的 奸爱 西方文化的博爱 依于人 是依棒于人 也就是说 道和德 如何发挥 在于对人对物 有没有爱心 有了这个爱心 爱人 爱物 爱社会 爱国家 爱世界 扩二冲之 爱全天下 这是人的发挥 依于人 然后才能 游于意 游是游泳的游 不是游戏的游 在这里 我们要特别加以注意 古文当中 这两个游 是不一样的 游于意的意 包括了 礼 乐 舍 玉 书 术 等六意 孔子当年的教育 以六意为主 其中的礼 以现代而言 包括了哲学的 政治的 教育的 社会的 所有文化 至于现代艺术的 舞蹈 影剧 音乐 美术 等等 则是属于乐 舍呢 均是武功方面的 过去说 拉弓 射箭 等于现代的设计啊 体育啊 等等 欲 就是驾车 以现代来讲 当然包括了 驾飞机 驾太空船 书 文学方面和历史方面 术 则是科学方面的 凡是人才的培养 生活的充实 都要以六意修养 这个意 绝不是我们现在 狭义上的艺术 原来的绘画是文艺 而现在 美术却与文艺分开 越分越细 但也越分越窄 有人说 科学分得这样细 走向一种病态了 举个也许 不是很恰当的例子 说 有人鼻子不通 去看医生 鼻科医生说 也许是受牙齿影响 你先到牙科检查 然后呢 放射科 神经科 心电图 各种查完 再回到原来的鼻科 那这时候 鼻科医生对病人说 你找错医生了 我是专门治左鼻孔的 你是右鼻孔不通 要找那边的医生 这是用医病来讽刺 科学分类的过分 中国古代不这样细分 凡属六义范围的 都是义 包含了 礼 乐 舍 玉 书 术 等等 人生对于 道 德 人 义 这四种文化思想 修养上的要点 都要懂 这四个重点 前一半 智于道 聚于德 包括了精神思想 加上 医于人 犹于义 作为生活处事的准神 是他全部的原则 同时 告诉每个人 具备这些要点 才叫学问 如果没有高远的思想 就未免太俗气 太现实的人生 只有令自己厌烦 那没有相当的德行为依据 人生是无根的 最后不能成熟 如果没有人的内在修养 在心理上就得不到安顿的地方 没有犹豫意 知识 学问不渊博 人生就枯燥了 所以 这四点 通通都要 后人对这四个重点 都有所偏重 其实 讲孔子思想 要从这里 均衡发展 就这样 如果应该怎么试试 就这样 说 你这样